中俄元首共同签署的2023年前 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 是对下阶段两国重点领域合作 做出的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 中俄关系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双方开展互利合作 造福于两国人民 也有利于世界 这是坦荡的君子之交 与美国大搞霸权 霸道霸凌 拼凑封闭排他 自私狭隘的小圈子 形成鲜明对比 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粗谈 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我们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反观美国 不仅拱火浇游 还阻挠别国劝和促谈的努力 用心何在 中方一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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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